字幕和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5月23日 星期四, 很多讀者就立刻很… 很难怪的, 讀者始终看到一个港股星 便入市了, 对吧? 这几天就较远了 今天星期四上午最高跌过400点 现在是下午1点10分 差不多跌了300点 你看到它比打针地快跌穿了19,000 18,897 今天早上的成交只有730多亿 起码没了几百亿的成交 差不多没了400多亿的成交 就是这几天早上 读者已经很害怕了 会不会被版主讲中呢 一会我们看看图 其实看一个图 你现在因为它不是一个资金市 你明白吗 不是一个 fair pay的market 它是一个manipulated的market 就是完全由 特区政府或者是 我们祖国控制了的 所谓的金融市场 你不知道的 就是说 你去估计 就是你去 你不知道一个人会怎样 大家明白吗 就是你 今天早上可能我觉得 市场要升 我打电话 市场就会升 但是你说 没什么问题 我不打电话 那市场就不会升 就是可以的 它可以做得到的 那你怎样去 去估计市场升还是跌 没有的 在美国不是的 在美国 大家会看到一些 名不经转的股票 就是说 有些股票 我连听都没听过 为什么五年它升几倍 因为资金够多 因为资金很多 在Wallstreet里面 它不断寻找一些机会 譬如你看到很多股票 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譬如最近的Lulemon 你完全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 它的业绩是完全没问题的 销售也没问题的 大声就500元 即500元跌了去200元 跌了200元 只剩300元 为什么没有解释 但是它也可以很快地 缝缝声上去400多元 因为有资金 因为有些资金在走来走去 不断在美国的几千只股票 Wix里面找机会 这个就是 当年的港股也是 除非是垃圾的股票 如果不是的话 一般来说大蓝筹 你买就不会有大问题 但是 今天就已经不是同一个光景了 简单说一句 有读者有 发送E-mail问 还可不可以持有领展呢 即是823 稍后说一下 领展我进去看过 非常奇怪地 现在出的业绩是去到去年的9月底 接着到现在 已经是5月23日 我看到有很多 memorandum 就是回购的 即是回购股份 但是居然 我看不到业绩的 中间经过了三季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要问一下领展才知道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分析一个 差不多9个月之前的业绩是没有意思的 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Wix的经验 即是怎样去 衡量 然后你自己去决定一下 好了 稍后也会说回一些 如果经贸办 坦白说一句 大家不要以为一定要跟财经 很正确地说股票才是财经 现在经贸办这件事 很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 所以今年是 九运一入 大家就知道香港已经 没办法回复当年的国际地位 慢慢慢慢地 大家看到比如说 金融中心 没了 国际金融中心 没了 这个航运中心 没了 还有个飞机 贸易中心都问的 现在你看到 连国际地位都没有了 连国际地位都没有了 全部被人拍了照 基本上香港 你在这里住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说在这里发展的话 香港已经不是用武之地 你想发展 因为这个问题 当然跟你的人的运气有关 你一个人 一运就党三灾 但是你如果有个地运 就火城风势 往很多 但是你没了地运 差很远 例如当年的李嘉诚 他一定要有个地运 才能彈起 他人有运也有个地运 你没了地运 会差很远 所以你有没有见到李嘉诚 四叔 那些都去骂底 没有 是吧 他们知道经济已经玩完了 你连国际地位都没有了 人家根本就当你伊朗 差不多 现在就当你伊朗 当你香港是伊朗 没有分别 你说王子 是否六月份会来呢 我也打个问号 如果你的桌子那么臭 本来这个是作人我想说的 但是作人没有说的 因为作人的中共民心 都相当多题 今天讲的就是关于这个的士 其实简单说 大家也会觉得 为什么 特区政府 都好像不帮过 的士及小巴业协会 他又没有吵架他 但是他不帮他 就是相当之不帮他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高德就来了 高德打车已经来了香港 现在祖国的滴滴 都要来香港 或者已经来了香港 所以根本上的士 就是会是一个 的士已经是过时的产品 是一个过时的产品 你要什么的士牌 小巴牌 不用再玩了 玩完了 已经是 你如果现在有的士牌 可以卖 你快点卖 是不会再有得玩 历史是不会走回头的 所以这帮人 怎么说 当时反送中 稍后也会说 原来现在发起的士去捉白牌 就是当时反送中帮特区政府 你这么帮政府 其实真正帮这帮人发达的是谁 真正帮这帮人发达的是老婆 不过你 你说当时港英政府 可不可以这样做 他也可以 港英政府 他拿着权 他也可以 为什么他不敢做呢 就是说 港英政府的时代 你有个 小巴专线的 有个的士 他建地铁 特区政府也会建的 不是 就是说当时港英政府 现在建的地铁 不是这帮人建的 是当时什么 是当时港英政府建的 为什么他不建的士价格呢 他不会的 他会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大家都有口饭吃 当时的港英政府是这么想的 如果 如果六七暴动 那就搞一下 浪质区 哪里会被大伙 搞一下 最早期叫做廉珠屋 后来才叫公屋 他会做回这些事 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政府就是做一个平衡的角色 但现在特区政府就已经不是 你的的士业那么多人 那个牌子没有 那个小巴牌子没有 关我什么事 他不会平衡你的利益 你的利益 从他来说 现在这帮人 香港那么多 可以赚到那么多钱 还可以 之前那十年 借着 香港是国际中心的余威 去做 一会儿我们说回 经贸办案 你就会看到 看到香港的 沦落 是完全借着 当时港英时代的余威 令到香港成为国际中心 你今天就看到 其实根本香港 甚么都不是 现在在社会上 什么都不是 你连国际地位都没有 不要说国际金融中心 不要说航运 不要说贸易 你连一个国际城市 都做不到 那你 即是变了深圳 变了广州 深圳和广州有没有外资 你现在看看 对对对 你现在看看有没有外资 香港就走回这条路 所以香港你说在这里住 暂时还可以 但是你说 香港已经不是用武之地 香港的角色 1997年 香港的运动已经走完 接着去到09年 开始走那十年运动 其实香港走得很不光彩 现在那十年运动 慢慢慢慢很多东西 就是揭露出来 你就好像 乾坤大乐 而回力标 自己守回 就是当人们看回那十年的繁荣 是什么来的 原来全部都是骯髒的 那就是 一百倍扔回来 你就马上扑街 就是我们打机 就中了别人的重招 你就挡不了 就躺在那里 就是这样 是吧 就是你出得来走 就怎么都要还 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会讲一下的士 亦都有很多财经的东西 可以和大家分享 特别是 有读者想问这个领战 好了 稍后会讲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想问NVIDIA 是不是 对不对 稍后下一个画面和大家讲 钻石九组合 是217% 美银组合是105% 没有变 昨天的道指跌 跌了200多 纳指涨了一点 我们已经把文章放到网址 如果大家有兴趣订阅5月份 都可以的 今天是23号 过多几天就不要了 过多几天就订6月份 投资美股提早退休 或者youtube投资不及 大家都可以付费 还可以拿回 今个月所有 我们出到第六集 出到第六集 还有两集 今个月就结束了 今早你看回港会 已经是7.81 不是7.80 如果它去回7.82 金水可能就结束了 很简单 这些不用钱 大家可以进去Google看看 左手边这个就是恒指的五年图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它的跌势 是没有扭转的 如果看到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端 其实那个端就是2022年 然后上回到什么 上回到2023年 即是炒复苏 其实当时是升了多少 是升了8000点 当时是升了8000点 2023年 为什么会升那么多 因为当时还有外资 你看到一个漫长的跌市 跌回到 16,000左右 然后现在上了 现在上 很难说现在是否会跌回到16,000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下降轨 没有明显的改善 你看到右边的图 就是日经 你看到日经的五年图 你看到两个图是否完全不同 你看到日经的图是向上的 那个图是向上的 你的图是向下的 那怎么同呢 我们不要说NASDAB或者道指 你只看日经都很明显不同 大家可以善用这些工具 在网上不用钱 在Google输入就可以了 稍后我们也会谈谈Copilot 那个就要钱 这些是不用钱的 我知道大家想谈NVIDIA NVIDIA的业绩分析 我们会在未来 就是这一期的Youtube投资筆记 就会谈的 但是你看到业绩是 漂亮 今晚开现在的premarket 就立即过千 就是NVIDIA 我想它会带动一部分的AI股 比如说Botcom、Botone、AMD 这一堆都会上一水 它马上就破了1000 好像1014 你就不要看它的股息大增 因为它现在一拆十 你说一拆十是否通常一拆就不错呢 这就未必的 因为其实NVIDIA之前也拆过 它也拆过 Google也拆过 你看到Google现在又是百多元 你看到美股就有这样的威力 当然 价格的也有 一拆十 那就是一块 一块就容易买很多 增加了股票的流通量 可能它又有一波上也不出奇 另外你看到业绩是升了两倍多相当厉害 那你一拆十个股息就是1.5倍 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0.00几 你多升一倍就是0.0几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仍然保留很少的NVIDIA 那我们就不卖了 你说如果价钱是便宜的话 我们再进货也不出奇 我之前曾经说过 我之前说过这些不出奇 但是 现在我们拿着NVIDIA就没有成本了 我们拿着NVIDIA和AMD都是没有成本的 今期的YouTube投资筆记我们就会立即分析它了 怎么也好我们都要谈回这宗 伦敦经贸办案 在中心中 就是丑闻是很多的 所以香港的 所谓 国际地位已经没有了 当人们现在要删除你的经贸办 简单说 你那个国际地位已经完毫了 我都不敢说王子 6月份会不会理 因为你丑闻太多 刑光幕再爆出 原来这个Matthew Trickett是帮中共追溯的 01就已经找出了资料 刑光幕这个女人就不是那个Monica Kong 是一个叫田田的 田田也是个假名 她名字叫田静 她有自己加多一个胜数 叫周田田 其实这三个字里面只有一个字 是对的 就是田字 她的原名叫田静 你看中国人多多假名 你看中国人多多假名 真名不能见得人的 中国人是这么古怪的 那妈的真名不能见得人的 那么奇怪的 老爸老母的名字不能见得人的 就委托退休警卓榮 再找阮从彪 阮sir 找Matthew 再找Matthew 再找韦sir 再找Matthew 去追求Monica Kong 这个叫曠文奇的女士 追溯 原来她还负责追溯 然后顺手监控罗冠聪那三个 这就是我们暂时所知 好了 盛传Matthew曾经诉到自残 想自杀的 实际是否这样呢 律师昨晚爆了出来的 她说她是仕途致残 但是她倾向于求助 她不是真的想死 我们也说过 她是个军人 她曾经是个军人 虽然现在做了保存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现在她是一个叛国罪 她是一个叛国罪 大家知不知道 我想她还有一些 尊严的 在我们 近几个国家的人就没有了 大家知道 当一个人没有尊严 没有道德的时候 她什么都做得出的 没有所谓的 她不觉得有事的 你看到何马就知道了 你看到何马就知道了 但是你看到她 还有一件事 我也要向她指敬 她还有一些尊严 她知道她是丑严 她知道丑严 所以她自残 因为 我曾经是英军来的 虽然 虽然当时她年纪很小 可能读书不知道 但是还知道她效忠国家 我居然犯了国安法 我现在叛国 所以有时她未必过得到自己 这个可以理解 她还有一些 Dignity 简单说句 还是一个人 我赚钱而已 我不是叛国 我赚钱而已 我不是叛国 所以她自残 她可能曾经想过自残短见 不过 这次应该不是 很多大家分析都知道 如果要死 根本就不会在公园死 现在警方 现在仍是大范围封锁 我相信英国警方是知道一些东西 她没有表面伤痕 应该是真的 因为在英国来说 这些东西是没可能骗到的 这些东西是没可能骗到的 如果她是一把声流血 即是胸口插着几把刀 被十支机关枪掃中的话 就不会这样说 英国警方是否阻碍了一些东西 我估计是 不过她暂时不会公布 暂时不公布 看看你们怎样反应 当然现在的案情对阮sir和韦sir是有利的 因为虽然她下了口供 但始终一件事未提拖 未必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是叛国 但其他那两个 这个叛国罪是逃不掉的 其实是没得逃不掉的 因为证据有很多的 而告你的那个是英国政府 现在告你的那个是英国政府 昨晚的01 已经找了 之前很多香港的高官 去英国 之前大番薯 我们贴过出来 然后再找到 今个月 1月份 蔡若连 去英国的时候 旁边的那个就是Matthew 另外 同台吃饭的后面看到 阮重彪 然后Matthew 是同台吃饭的 全部都是一休之乐 就是这么简单 全部是一休之乐 简单说句就是 以后香港人不要来 你全部间谍来 我怎知道你蔡若连是不是间谍 间谍跟你坐在一起吃饭 大佬 拍到你啊 别人 看到吗 这个是阮重彪 这个就是Matthew 跟着蔡若连后面的就是Matthew 那你还有什么好说 是吗 这宗案 其实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这个图我再拼一次出来给大家看 简单说句就是 这个 周田田 开了一间公司 这个图我 大家可以定住来看 他追的银码是相当大的 是1.7亿港元 即是1700万磅 英镑 简单说句 如果追到数的话 一般 行内就不是这么计 可能这个Matthew如果追捕的话 是分到以百万磅计 天一半地一半 分到以百万磅计 所以他才这么卖力去做 就不会说 即是说罗冠聪那些 只不过是说 小菜一碟 问题就是 这次Matthew被捕 就是在他 搞到这个Monica Kong家 流水 炸进去就被人家报警 当场拉了 这个Monica Kong 究竟 跟周田田有什么关系 非常简单 这个矿文旗 就是Monica Kong 曾经在永音投资 和TWT Global 里面做事 这个周田田就说 他的员工 Monica Kong 由公司户口转走 1.4亿港元 和盗取2000万港元 合共1.7亿 然后资产和人 一起去了 英国 2023年12月 这个永音投资 和TWT Global 都有入品香港高等法院 向周文旗 向抗文旗 展开民事诉讼 即是说 我现在告你 你偷我钱 那边 这个香港01 被这个香港01 在背景查出来 就说这个周田田 其实他原名叫做 田正 他不是叫做田田 也不是叫做周田田 他原名叫田正 TWT Global 他更加是唯一的股东 他母亲 是永音投资的大股东 黄玉珠 黄玉珠是什么人 黄玉珠 曾经是哈尔滨市道外区环保局 担任多家投资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 涉猎投资房地产电影院 转让文件 显示他们两个是母女关系 甚至这个周田田在2019年成立了香港桥外慈善基金会 北京同时有 网页显示创办人是田田 即是现在的周田田 简单说句其实非常简单 这两个人是什么人 白手套 不是红二代 不是权贵 他们两个是白手套 他本来就想这个 Monica Coin 将那些钱 洗了出去 谁知道Monica Coin 将那些钱洗了出去 跟着纳多你二千万 连个人带钱去做UK 不回来 所以 即是标了去重柴 这些钱不是你的 是个权贵 所以要追回那些钱 就找这个Matthew 去骚扰人家 说完了 是这么多 跟着顺手 搞罗冠聪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追钱 是这么多 你不要以为这个 是什么权贵 不是 他只不过是白手套 Monica Coin 就是标了去重柴 你叫我洗钱 我就连你的钱都拿 就是这样 好了 其实香港在过去那十年 做很多东西是不见得光的 是不光彩的 就是过去在2009年左右 到2019年 香港的有钱是不光彩的 很多很坏的东西 现在就要还了 现在 逐件逐件爆出来 那你就要还了 好了 今早上 商经局 即是说香港 商业及经济发展局 其实就是经贸办的顶头 老板 他的老板就不是盈光幕这个 是邱映华 邱映华连出来也不敢 然后找了一个处理的出来 你出去顶 就是这样 那又怎样呢 立即被记者问 你有没有过数 你们商经办 商贸办做这些事 是你的孩子 你知道吗 他只能够回答 不评论网上流传 和无稽指控 其实已经 整个香港的袋已经臭了 没有人会不信英国说话 只会不信你说话 连邱映华都不敢出来 连邱映华都不敢出来 找了一个叫做 处理商经局局长 陈伯理 今天出席这个立法会的前厅交流 被记者捉住他才说 所以香港已经是沉沦到 没得再沉沦 香港已经沉沦到 变成一个 类似伊朗这样的国家 没得玩 真正做生意的人 是没人敢跟你做的 你一搞出人命 无稽指控 你信英国 你信英国 还是信你特区政府 是吧 这些是很影响香港 你现在不是国际 金融中心 即是贸易中心 这个航运的问题 你连国际城市都不算 现在是 差不多跟伊朗是同归的 有什么问题就杀人 是吧 是这么简单 有什么问题就花钱 所有这些全世界都知道了 所以经贸办 一定是禁止的 经贸办一定被英国禁止的 没有可能被你留下的 如果你做这些事的话 这个就是今早早上的港股 曾经跌过400点 接着 领展就连环被削价 跌4% 读者前两天就传个掩末入来 就很担心了 他说 板珠可不可以再继续持领展 大家未必一定要看财务报表 大家知道领展香港是 亚洲是最大的 shopping mall的weeks 它是最大的 因为香港所有公屋 商场 基本上的mall都是它的 包括停车场 都是它 它是亚洲区最大的 但是问题就是 香港现在经历一个 结构上的改变 就是说大家如果进去一些 我们也说过 很多 很多公屋 比如黄达仙那些 其实里面的饮食 有些是很贵的 是啊 有些很贵的 有些很贵的 有些是中价的 我们特区政府当然是 全部 你们全部住公屋那些 全部都要查 有车都没得住 有钱的那些走够了 那楼下的那些就倒闭了 因为那些是中价的 对不对 你领展 坦白说一句 你的茶餐厅都比人还不便宜 大家要明白 当然它是弄到厕所很漂亮 你现在慢慢有一部分 我家附近 已经开始领展有些 有些店铺是 刺激了 在疫情里面也没有 在疫情里面也没有 那你怎样可以 不断加租 做不到 对不对 你赶走那些库户 然后留给一些 窮西的内地来的 那就变成这样 你想想一件事 你这么多人 北上消费 现在连买菜 都上去年堂的话 那你领展哪里有生意做 有钱的让你赶走买 买菜就上大陆 香港有钱的就一直移民 哪里是没得玩的 因为领展有很多是居屋 对不对 公屋也有富户 所以你看到瑞银 马上就要沽了 大家看这个领展的 即是领展的股价图 你很明显看到领展是向下的 领展是一直跌的 最高差不多一块 现在33元 曾经升过36元 现在跌回33元 那些什么所谓 股息呢 其实是没用的 大家如果看Wix 你一定要看可分派收入 可分派收入 有没有多 有没有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债务有没有多 有没有少 他要付的息 有没有多 有没有少 这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借钱回来 派息给你 你要看这几个 如果债务有很多 手头现金不够 可分派收入不够 这只股票就不能持有 就是这么简单 但如果你看过图 领展也是不能持有 哪里能持有 他是一直跌下去 大仗小回大仗小回 是不见底的 你见到领展 是不见底的 我不知道他会跌到多少 可能跌到跌穿30元 也不奇怪 为什么我不分析这次的业绩呢 因为他现在的业绩是去到去年的9月底 就是我上港交索网站 我现在去分析一个 去到去年9月底的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现在已经是5月 差不多6月份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业绩呢 我也不想知道 所有港股已经完全卖了 所以读者这样问 我只要回答你 理论上来说 香港的房地产全部不可以 什么都不可以 比如那些778 房地产全部不可以 房地产全部不可以 所有香港和楼宇有关的都不可以 另外也和楼宇有关的就是林郑 前特首办公室租了这个太古广场 我们也说过了 说过很多次 只是一年的租金都567万 加上垃圾费 请人 一年成九百多万 那房友呢 刚刚昨晚就接手了访问 就说 当租约完了之后 就会考虑 就是租约到期后的安排 那就是搬你走了 简单说 这些没有了 林郑那些是一些过气人物 就是他已经是对特区政府 只不过是一个 他对特区政府 或者是 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是一个负资产 就是一个negative的形象 是一个负资产 就是 你一说他 形象就是臭的 主要就不要说 对吧 所以 不会给他 或者我认为给他一个铝刺 他蹲差不多 真的 就是将他的办公室 放在一个铝刺 这些人根本没意思 这样废查一个 是不是 将他摆 如果 坦白说 如果不是林郑当时 硬弄反送中 何来有今天呢 香港 连中国也死得了 当然 中国搞的战狼也是很坏的 但是那个引子 是当时由他搞出来的 当时的引子是由他搞出来的 是这么简单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他不搞这件事的话 香港是无事的 香港是 或者有时都少 也不会搞到那么大事 接着又搞了COVID-19 是不是 接着又搞了国安法 那就搞到现在了 这几年里面 香港和中国就五劳七伤 但是就回不了身 最糟糕的这件事 所以不用对他这么好 给他铝刺他用得了 给他马桶他办公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封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大家都看到了 间谍的同学就说 你们不要自行放射 捉这个Uber司机 李家超已经说得很明白 你自行放射 可能警方可以告你无警 有五度发望的风险 同一时间 迪迪又来 迪迪丽 加入高德和Uber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他不会移动Uber 你移动Uber 不就是移动高德和迪迪 高德和迪迪是国家的 对不对 后面那个分分钟 就是七常委来的 你不知道是谁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根本上现在香港的士或小巴 连香港的形势都没搞清楚 稍微一提 今早的patreon我说了 现在在台湾的立法院外面 就不是几千人 是几万人 为什么呢 因为明天就是三毒 我们说过两件事 昨天说过两件事 这个与台湾经济很有关系 第一件事就是藐视国会罪 暂时罚款20万 新台币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花莲东的建设方案 就是做一个 全台湾的所谓轻轨车 整个台湾两小时 生活圈 但是他用的应该是红色资本 红色资本 就是说 引入中国的 来你台湾 就是不要说 间谍 放那些东西去偷看你的东西 我们那些不要说 但是问题就是 他是用了他 就是你台湾 付钱这个 很厉害的 五千 是五千亿港元 就是两万亿台币 五千亿港元是很多钱的 特区政府现在只剩下六千多亿港元 特区政府的付房 就是他的储备都是只有六千多亿港元 甚至只有六千亿 他这个是用五千亿港元 那钱给谁 就是给中国来的 就是 中国可能连人都出卖的 然后就赚了你台湾的钱 所以现在是讲两个重要方案 现在大家迎光莫见到 基本上就是 我想不止两万 已经数不到那么多人 但是 还好一样东西 现在是民进党 就是渣旗 如果是 韩国瑜 就出动大批警力 全部扫走你 现在民进党没有这样做 包围着立法会 造成一种压力 究竟过不过得了呢 明天就是三毒 就是国会藐视罪 我们要密切留意 说回香港 终于香港的失业率 不是维持三 之前是2.9 就是不要 混淆时停 之前是3 之前是2.9 现在终于去到3 指不指 不知道 指不指我不知道 这个是他说的 劳动人口就增加到380万 为什么香港经济这么差呢 另外 今个月上半个月 强积金每人赚8,099平均 大家都要预着是 昙花现得 因为港股升 其实他买了很多港股 很明显的 你看到 为什么会 5月上半个月 强积金的人赚钱呢 因为他买了很多港股 好了 他现在还持有这些港股 这些港股 如果回头跌落到15000 那便亏了 他不会买的 他是不会买的 所以 你不要问我 我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再计过强积金 总之这这么多年 我没有工作 所以我不用捐 我不用供强积金 叫做不幸中之大幸 但是大家仍然工作着 没办法 没办法 捉了这个Uber 捉了Uber的发起人 原来 是迎光幕这位暴露图 暴露图是反占中的时候 帮政府 帮政府 你看看这个人 他就不敢 他就不敢说政府 为什么政府不动这个Uber 他又不敢搞滴滴 他又不敢搞高德 就找些人去扮警务人员 然后放射 但其实他做了几次 警方都没有起诉Uber 为什么呢 因为起诉不了 因为没有钱交易 问题在这里 是你捉不到他有真金白银的钱交易 是起诉不了 他的伺服器也不在香港 如果特区政府 起诉Uber 那就是起诉这个滴滴 那就是起诉高德 没可能的 这个国家 他组团了十多人 现在自费举报了18个司机 再放射 当然特首李家超就是 你不要再搞了 你再搞 现在的问题 第一件事 警方可能可以告你务警 你务警罪是比 Uber 做白牌车好多的 你务警 务充警务人员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这个最重要 其实的士 他看不到的情况 的士已经玩完了 已经在香港 他已经玩完了 大势所趋 中国的东西就要搬到香港 在中国 大家现在还打不打的 没有的 有的 滴滴 高德 有的 不是没有 中国的潮流是这样 香港的潮流不是这样 为什么的士和小巴 可以赚了这么多年钱 的士牌 一千多万 因为事头破 因为港英政府是帮你 这隔壁给你们的士 这隔壁给你们小巴 这隔壁给地铁 是这样 大家都有饭吃 但是共产党 惯你有味 对不对 我要来 我理得你有没有 你不得你就收皮 是这样的 他还没看到形势 我是他 我快点转网约车 对不对 你再做这些事 是没意思的 他不会告Uber 他如果要告Uber 网约车不合法的话 滴滴就不合法 高德就不合法 国家的东西怎么可以不合法 没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网民 开始吵架你 对不对 网民吵架你 我都没有骂滴滴 为什么呢 滴滴或者高德是OK的 我有朋友用过是OK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在国内 我记得 好像去厂 厂的人是 帮我们叫过一次滴滴 因为我没有微信之父 他有 你问我OK是OK的 没什么问题 实际上也挺好的 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 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现在是香港网民吵架你的士 你搞够Uber 那他就搞你了 对不对 你说 比如Uber 或者滴滴高德 这些就是 公平竞争 对不对 我们又不会太多东西 全部是政治 他做得好 你就用了 对不对 他开的士而已 他开车而已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现在在营光幕看到了 滴滴的士 DD Tax 滴滴的士 这个高德 打车 加上Uber Uber 就是白牌 白点说句 其实你说 滴滴或者高德 都有机会踩过来白牌那边 这些东西 大家在营光幕看到了 滴滴出行是一样的 在香港提供的士预约服务 滴滴在香港有两个服务 因为它是整架的士包了你 叫做滴选的士 然后按跳标收费 类似这个 包车 或者搭车 跟跳标收费 还有滴滴可以帮你 约车 由香港 上深圳 广州 东莞 惠州 珠海 五个城市 有一样好 就是说 你接了单之内的五分钟 或者是 用车之前的二十四小时 是可以免费取消订单的 OK的 你说如果他也做了这个白牌 对Uber有没有影响呢 有的 那就公平 就是公平竞争 对吧 我觉得没问题 对消费只是一件好事 对吧 只要注意安全就可以了 但是的士 我们说过太多次 我就不重复了 好老实说 第一你的服务差 第二你都没睡醒 现在这个是国家政策 什么时候容许你说三道四 对吧 你反对国家政策 国安法 拉扯你 23条 对吧 我也劝他 不要搞那么多事 的士已经是玩完的了 你再过两三年 香港的士 已经做不到下去了 没有可能再做到下去的 你回国内 个个都是什么 上网约车 多少人打的 好少 一般来说是怎样的 差不多我走了 我差不多离开厂了 提早十分钟 离开厂了 的士已经是这样的了 是这样的了 还有多少人 还有多少个 会乘的士出去 没有的了 大家明白吗 不会再有这件事出现 所以香港的士小巴很快 变成历史文件了 我们说回财经新闻 今天差不多了 都说了 接近46分钟 阿巨巨呢 昨天这个长建股东会 出回来 又是说这些东西 你看到没有什么 可以再说的 就是你一句 哦 越多家族办公室就越好 如果这个回报合理 就会首先投资香港的 当然啦 如果回报合理 你都不投资的 根本就不会投资 是吧 这些 就是 换面说话 大家听了就算了 另外这个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最早期估计的 可能被我撞对了 就说 其实 但是 打完算盘呢 这个杜拜王子是皇室来的 不过 真正皇室那条线就是你不要用皇室的名字 你喜欢投资香港哪里没问题 但是拜托你不要用杜拜皇室的名字 所以大家看到就说 王子的投资办公室 会改名 不跟皇室挂钩 就是说 你做的事 不关杜拜皇室的事 如果他不是皇室就很有问题 问题就是 那究竟这个人做的事 为什么连皇室都不同意呢 你真的是皇室的人来的 那他究竟在做什么呢 你明白我说吗 所以当时 为什么王子有事先走呢 应该就是皇室叫他回来 不签得 你不可以用皇室的名字 你怎么办 后来应该是回去挥了一段时间 你怎么办 没问题 不过 你不要用皇室的名字 也不要用皇室的钱 所以他说会改名 不跟皇室挂钩 另外 昨天的许正宇 在回应立法会里面就说 他说 其实 未确认皇子是否会再来香港 之前他们说的 说五月来的 现在就说未必会来 接着说 任何合规合法资金我们都欢迎 那究竟 是不是暗示皇室的资金 未必是合规合法呢 我不知道 但是朕未就好似了 同一时间 这个 皇室办公室的 礼宾事务主管 就立刻吊构 这个 即是 迎光莫这个 因为 Eleanor Mac 居然 在媒体里面就说 王子 最快月底会来的 他的礼宾事务主管 已经说 这个人 是没有任何 在皇子家族办公室的 即是在皇子办公室里面 所以他没有权代表 皇子家族办公室 说任何东西 你看看这个女儿 加上那个什么混龙 在这儿混水摸鱼 偷偷摸摸 跟着做这些事情 别人都没有说你是 他没有承认过你 是他闪过来 所以 你可以想 就是这条女儿 我们之前也说过 加上邓家彪 就是想 签这个特区政府 搞他们的大堂空中 轻轨列车 现在穿了 还想再埋黄子身边 王子身边的女儿 多到数都数不了 你走到一旁 你看香港多少这些 牛鬼射神 别人都生气了 你又不是我家族办公室的人 你有什么权代王子说 这个月底来香港 其实人家已经很不客气 你看 家族办公室负责人 麦 二裔 没有权代表发言 说得很清楚 这条女儿快点收皮 你还想在那里穿穿插插 香港太多这些人 在那里找 就是找着数 一来就可能找王子作数 二来找特区政府作数 是吧 你以为王子真是油灯来的吗 人家身边有智囊 临时 即刻 什么都不要签 回来 你看看他王子多醒目 什么都不要签 马上回来 无谓 跌5亿给人家过税收脚 5亿美金 中国的财政其实相当差 头四个月 跌了2.7 最伤是中国股票的印花税大跌五成 很差的 大家看到 今年头四个月 公共预算收入8万亿 下跌2.7 印花税 即是楼宇 下跌百分十七 土地销售下跌一成 最伤是股票印花税大跌百分之五十 你可想而知A股 为什么A股还会涨呢 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今年头四个月 股票印花税大跌五成 为什么上证会涨呢 你问他 我想他也不会回答 另外中证监 这个礼拜和欧洲投资者会面 其实会面过很多次 别人不会投资你中国的 不用再会面了 重振股市 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一定做的 就说7月份 港交所实施 打风不停市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相当简单 他不是想香港市开 大家都明白 你股票行 银行 不开 股票行和银行是不开的 坦白说 有什么用 因为他不是服务你的 现在他打风不停市 是服务上面的 就是说 如果习大大 喂 我要你的港股星 或者你的钱 要回来给我的 你停了市 那我怎样 上面未必停市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打风不停市 大家看到 其实很多 股票行说 喂 我不开 你银行 喂 我股票部不开 你有没有看到银行不停市 如果银行 香港大部分人都是什么 都是用银行去买股票 A准都有 那你有没有听到 富途开 没有 那为什么 他自己开来做什么 因为他不是服务你的 他服务上面 总之如果上面不停市的话 我要你买我的股票 那些钱上来 你就要上 我的钱下来就下来 你停了那我怎样 所以问题就是 他说之你 他主要服务上面 不是服务香港 不是服务其他投资者 所以他一定做 不过和我们无关 和我更加无关 好了 《螢光幕》大家看到 为什么我打两个交叉 在这个 迪冠通 李小嘉那里 因为这两个都是 拆头 就是这么简单 首先迪冠通 之前搞了这么多东西 只是集资了 6亿美金 另外一个交叉 就是东英金融创办人 张高波 两个 第一搞这么多东西 只是募集到 6亿美金 已经募集不了 好了 好了 第二 现在传他就要裁员 是几大程度的裁员 大约是他有400个员工 现在要裁100个人 李小嘉是迟了港交所总裁之后 就是欧冠星之前 就立即创办这个迪冠通 叫做 就是独角兽公司 然后找人投资 好了 现在这档应该收皮 为什么呢 他就说 现在 他做了什么呢 差不多是当时的庞氏 骗局 员工 我鼓励你独立创业 你出100万 你出100万 公司出900万 公司和你成立一间特殊项目公司 然后这间公司请你 你跟着将他挂牌 这个不是庞氏骗局 即是叫员工 如果你员工不报名 就炒 被调职或者是离职 即是庞氏骗局 叫人带100万上班 即是说这两个是什么 骗头 其实就是一个大骗局 是这么简单 跟着如果你一人出 公司只是挂个名 出900万 你出100万 100万避免公司 如果股价跌到零 那你就会变零 是吧 就叫人带100万来上班 我老早看到 国内的人是这样的 根本整档事 所谓的滴贯通 是稳笨的 什么独角兽 多鸠鱼 为什么现在要出此下策 因为集资不了钱 只是集到6亿 那你怎么办 是吧 6亿是没用的 哇 这个前港交所总裁 李小家 是吧 就变成这样 全部是混乱的 这些大家 斗也不要斗 京东会再发行 15亿美元的可换股 优先票据 还有哪些人买呢 15亿美元 是吧 又让你把钱输送回 即是那些权贵 是吧 15亿美元 是吧 另外神奇地 快手 经调整利润就涨了 为什么 非常简单 他做什么 他做电商 大家看下 首季电商业务按年增长28.2 为什么 因为 阿里巴巴跌了九成九 现在他们的业务哪里来的 阿里巴巴都来的 全部被中央控制了 阿里巴巴已经死了 跌了九成九 他那个利润 好了 那么电商去了哪里 太公分 豬肉分 是吧 分了快手 就是那一堆之余 此类的东西 另外这个小鹏汽车 说在第一季 经调整后的亏损 14亿 大家看到一件事 收入会升百分之62 但是会亏损14亿 为什么会这样 你是 很夸张的 你这么多收入 为什么你还亏损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股票全部不能斗 我告诉你 全部都不能斗 报复 所以中国打算提高部分 欧美进口汽车的 暂定关税 就是暂定 美国八月份 不会理拜登老爷 八月份开始 调高中国电动车电池等关税 现在只不过 你可以申请豁免 直到明年5月31号 都可以申请豁免 但是过了就没有了 申请豁免还要批不批 另外同时咨询 是不是进一步调高口罩 手套 医疗手套 和针筒的关税 现在电动车关税大升100% 半导体 升到50 所以中国就报复 报复吧 你报复更加好 反正现在 欧美的车 在中国都赚不到钱 不如不要来 你又不要去 他又不要来 看谁死 是吧 我们说了几个美国的财经新闻 今天就完了 我们 尽量维持在一个小时里面 美国的证监会 证交会 证券及交易会 非常神奇地批准了以太币的现货ETF 比特币已经有了 如果美国可以买这些ETF 因为现在是合法的 当然我不担保 不担保他一定升 但现在是合法的 你可以买到这些ETF 在香港来说 你一定要买他 网上平台 批准了一些 如果你在香港买一些比特币 不是他平台的 他可以逮捕你 他可以说你不合法 但是这些是可以的 即是你经 银行 或者是 IB 如果有这些ETF 现在美国批了 是可以买卖的 大家可以看到 总之你和Microsoft合作 这个AI 就有运行 所以为什么我们又double down了这个Microsoft 我们年初就加了50% 去年又加了50% 在这个微月里面 大家看到 连这个 你没办法的 你现在只有 拍下去Google 或者是 即是Microsoft 你没有其他人做得到 你有那么多的GPU 那么快的processor 那么大的投资 全球有谁做得到 即是不要说中国 中国那些 如果做的国家级那些 你说一个国家 一个公司来说 有谁做得到 Amazon也是现在追上来的 现在Sainsbury 就开始和这个 Microsoft合作 他估计三年减10亿英镑 当然 你用AI可以用少很多人手 你没有Microsoft的伺服 这些软件 你怎么做得到 你怎么做得到 另外这个就是Zoom Zoom那些又是不能买的 是完的 即是Zoom的故事 你不要看上季收入涨多少 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科技已经完结了 你是COVID-19才有用的 现在你Microsoft的Team都做得到 Google都做得到 现在连Facebook都做得到 全部 你打开的可以十几个人一起会议 你只需要用Zoom Zoom的股价跌得很厉害 这些 就是当一个 如果他没有新的东西加入的话 Zoom就已经完结了 现在你一贴到Microsoft 你就可以了 他现在开始 这个Copilot 即是我部电脑的右下角 都有个Copilot 不过就差点 就是聊天机下人 你可以订的 即是它是 $999美元起 香港都可以订 当然你订了它 就跟我们现在免费的那些是差很远的 我看回网上 就有很多 运算程式 例如PowerPoint Excel 很多计算的东西 它是厉害很多的 你可以用到很多 免费没有的功能 计算也有 人工智能生成也有 问问题也有 很多都有 都不便宜的 $999美元起 它会放进 这个Surface的Laptop和Surface Pro的Notebook里面 大家看看右手边 右手边 它现在用的Copilot 就是把CPU、GPU 和NPU 完全加在一起 它有非常多的语言模式 即是说 语言方面你不用担心 它可以帮你创造 效率非常之厉害 提高了100倍 一次充电可以有22个小时的影片播放 比这个15寸的MacBook 高了20% 那么多的 很厉害的 它会比现在更多生成 以最快速度实施Microsoft 365 即是快很多 另外也有它的Security 处理器 之类的东西 所以 你一拍下去 这个Microsoft就会碰到 之前 丢了这么多钱 现在就收盛期了 连这个联想 一拍这个 微软的股价大升13% 这样就可以看到 是吧 所以为何我们重复下了两年 去Microsoft 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 全TikTok会大裁员 全球裁员 解散全球用户 营运团队 这是 我估计就一定的 因为说 就说到很凶狠 即是我要上诉 我们不会走 也不会卖 实际上它自己知道什么 因为今次是说国家安全 不是说言论自由 所以 不到你不走 他这次全球用户 全球用户运营 这个内容和营销部 有一千个员工 这一千个员工里面 有一大部分人 可能是 要炒的 因为他知道 TikTok 应该很快在美国是不存在 他不会卖 你记住TikTok不会卖盘 因为他里面的东西 是不让你知道的 他宁愿炸了他 他拿回中国也不会卖的 你放心就可以了 最后 Amazon本来卖NVIDIA的HOPPER 这个超级晶片 芯片 HOPPER 现在就不卖 直接过渡去backwell 直接过渡 如果你下单 买GRACEOPPER 这一只晶片 直接帮你 交货交 GRACE BACKWELL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GRACE BACKWELL的功能 是强劲一点 是强劲了 即是有更大的型号更新 你现在下单的 不用吵了 直接给你这一只 所以今晚的 Amazon也会上升 Amazon已经上升了 虽然慢一点 今晚的NVIDIA应该会 现在看premarket 是过了1000 1014度 跟着 AMD 或者 Bordcom Marvel 这一堆都会上升 或者Applied Materials Lamse Research 我都记得 它都会上升 大家如果订阅了YouTube投资笔记 未来这一集 就会分析NVIDIA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现在是下午2点19分 港股跌得比较急 现在已经跌了310点 恒指收188888点 成交只有925亿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美金35,000美金投资仓 美金35,000美金投资仓 没有变 也是105%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海通资仓 在海公寓 pants 落石 日�도跌了31点 跌了31点 柠石九草盒 217%没有变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笔记 今天五月份 都消息闻了 但大家还可以订阅 5月份的YouTube投资筆记收费版 一样投资美股提早退休 大家都还可以订阅5月份 我们两类型的节目 免费的就是你现在听的香港财经锚 美股财经锚 和我们投资日志网至 转载之前的文章 收费的只有两项 YouTube投资筆记和投资美股提早退休 我们两类型节目的收费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萤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gmail.com 今天是星期四 祝大家星期四愉快 我们地产小专家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